深夜十一点多 跳高铁皮工厂 起火燃烧 屋顶烧到塌陷 防火烈焰不断 消防十八台车 三十五人 赶紧现场抢救 消防持续灌水一个多小时 不敢大意 因为工厂内部 存放大量锂电池 要是伴随可燃气体 恐怕爆炸 事发在彰化秀水 一间生产电动机车锂电池的工厂 热嫌相依显示燃烧区域 15平面积陷入火海 农烟更一度跨过大渡溪 飘到台中上空 黑烟狂卷升天 台中无期有资源回收场 也冒出熊熊火光 猛烈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我发现隔壁火警 厂内有一些消防设备 我们马上号召一些资源 然后从一楼二楼三楼 直接水入噴 保特品回收的 放置在后柜里面 所以后柜里面的温度相当的高 在抢救箱比较混河 回收场户外 还堆放大量塑胶粒 起火燃烧 连广场堆放的货柜 也遭受波及 臭气冲天 台中港区浓烟密布 起火原因还要调查 天干雾噪连连火警 索性大火都没有造成伤亡 记者程盛伟 韩正信王思涵 彰化台中 采访报导 台南平一出路口 蹦的一下 撞得超级大声 本来直行的机车 都在递转区停等 被撞的骑士 却莫名往前骑 这时一台白色轿车冲出 骑士人车 瞬间被撞飞 惊悚车祸 也发生在云林的斗六 机车闯红灯硬是要过 七机车纷纷闪闪避 但蓝色轿车实在是来不及 猛然撞上骑士 自动车车 蓝色轿车挡风玻璃 出现圆形的大凹陷 这一撞也将骑士的命撞飞 猜信驾驶人多处受伤 送一急救后不治 南投台二十一线上 机车骑士猛然催油门突然 一个瞬间骑士已经被撞倒 因为他突然左切 轿车煞停不及 瞬间撞上 机车失控 笼统扭转 重摔在地 台中一名二十三岁女骑士 过闪灯路口时 被急使而来的轿车撞倒 整台机车碎裂 仅剩骨架 女骑士头部腹部都有伤 送一不至 今天上次在警察中部综合报道 五个面包只卖五十元不到半小时 秒被扫光怎么这么好康 原来今时业者被恶意气单遭诈骗 太便宜降价卖给需要的人 老板真的觉得太傻眼了 一件事是诈骗 跟我们订了八十个餐盒 总共大概三百多个面包 跟我们约好今天要来 然后后来就是都 就是都联络不到这样 其实应该我们要先他收定金 或者是全数 基隆市一家面包店 在脸书贴出讯息 业者在八月十九号 透过通讯软体 说到国军有意订购八十个餐盒 三百个面包 没想到到了取货时间 却怎么也没联络上 才惊觉发现遭到恶意气单 避免有同业遭到诈骗 花了一天的时间辛苦做好的面包 只好透过脸书降价卖 网络乡民得知讯息 马上跑来以行动支持抢着购买 民众也对恶意气单的人表示 真的很不应该 而且老板好心 竟还先带电了一些款项 会给假的供应商 诈骗集团利用信赖的弱点 实以诈骗的行为来弃单 真的很不可取 但幸好价值七千九百二十元的面包 有支持者相挺 才能把辛苦制作好的面包 顺利销出去 记者朱丁荣李廷熙 基隆采访报道 双方人马拿手机边录影边推人 爆发激烈推起 地主派出挖土机挖断博游路 居民冲上去人肉阻挡 地主在地上画出一道 常常红线也没用 气到大手一挥用力排落居民手机 原来挖断的是当地居民养殖乳牛 使用四十六年的道路 但最近地主说要收回土地 找来挖土机开挖 你驾到的是我们的高地 在你家里到这里都搭到 你自己在那边 对啊 在找吗 我是苏联的啊 你不要整理是早前的这一家 驾到我们的土地都不够 唯一进出道路被挖断 十多位居民汽机车都无法进出 养得牛汗猪 没有饲料跟牧草可以吃 为什么市政府没有认定 一条道路让我们出去 冲突地点在高雄燕潮区 不右路到底是谁的 根据公务局韩文 这条道路其实没有任何巷道资料 也没有继承道路记录 是属于私人土地 我们不想要让大的大货车 一些设施都压毁 我还是会留三米宽让它过去 私人土地将近半世纪 成为当地居民进出道路 如今地主打算收回 但留下三米宽 宣布业者货车无法进出 土地使用费 双方将透过司法解决正义 切磚美城王书宏 高雄报导